大家好,这里是奇幻分钟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机器人沉睡30年后,有了人类的情感的故事。 小琪是一个战斗性的堡垒机器人,它是30年前被制造出来的,本来是要上战场参加战役的,但是它刚被制造出来,战争就结束了,于是小琪被迫沉睡。 30年后,当初的断壁残垣已经被大自然修复,现在这里到处都是绿色,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。 小黄正在筹备自己的巢穴,只有搭出一个好的房子,才能够吸引雌鸟的注意。 所以小黄每天都在为这个房子奋斗,这一天他终于将巢穴搭好,在他转悠着心肠的时候,却没想到会意外唤醒小琪。 而巢穴刚好安在小琪的身上,小黄好奇地飞着转悠,小琪醒来后站起来开始进行数据收集,他找到了离开森林的路,此时的他已经没了战斗任务,而且好像还延伸出智慧来。 小琪好奇地一边走一边四处看,没走几步,天鹰下来,天空开始下起小雨。 小琪好奇地伸出手,他注视着落在手上的雨滴,小黄飞到他的手上喝了一点水,然后挥舞着翅膀离开。 小琪也开始继续往前走,这回他看见了一条清澈的小溪,于是好奇地用手指触碰,把小鱼都给惊扰出来。 这祥和的一切让小琪慢下来,他坐在小溪旁边,此时小黄再次飞过来,小琪帮小黄在自己身上坐窝,突然旁边的啄木鸟开始啄虫,那个声音很像是枪响。 于是小琪的战斗模式开启,他的眼睛变红,机枪也来到前方,之后啄木鸟那个方向遭到了小琪的扫射。 等一切平静下来以后,小琪的眼睛变回绿色,他也明白过来,周围根本没有危险,但是小黄的巢穴不见了,眼前的树木也被毁了,小琪觉得自己还是出去的好。 于是他再次跟着路线往前走,来到森林边缘的时候,他看见了森林外面的草原,草原的中间是小琪之前的堡垒,或许他真的该回到该去的地方,所以小琪继续向前走,路上他看见了伙伴的残骸。 连接数据后,小琪看见伙伴生前的画面,那是一个残酷的战场,每一秒都有伙伴倒下。 小琪被这个画面刺激到了,他的眼睛开始变红,机枪也再次拿了出来,小琪举着枪往堡垒的方向而去,他要消灭眼前的一切。 这时小黄叼着一个树枝飞来,他落在了机枪上面,小琪看见小黄以后,自我意识突然恢复过来,他把小树枝放在自己的肩膀上, 告诉小黄可以在这里安家,之后小琪把自己的战斗模式中间,他开启了和平模式,跟着小黄一起往私领走。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,记得点赞和关注,下期精彩继续。